在南极州考察的气候学家遇到了意外 他们所在的冰川上裂开了裂 眼看有人就要掉落进深渊 两人急忙将他拉上岸来 但男人不顾生命危险 也要越过深渊去保护资料 不能让宝贵的资料复制一举 只见男人抱紧了资料 纵身一跃企图返回岸上 但刚站稳脚跟的他 还是因冰川爆裂摔下悬崖 好在男人立马用冰岛固定在悬崖上 才有经无险捞回一命 但因气候变暖导致的种种灾难 才刚刚拉开序幕 男人就气候变暖的问题展开会议 企图给人类拉向警钟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只是危言耸听 根本没必要未雨绸缪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东京街头砸下巨大的冰雹 西装隔旅的上班族不得不举起风纹包裂 躲在车底下的人目睹他人被冰雹砸死 城市的上空出现了乌鸦鸦的灵拳 在进行反常的大迁徙 多个巨大的龙卷风正在乘行 被狂风吹飞的车辆砸在记者的身上 这些现象都在证明男人的话并非杞人忧天 男人一心扑在工作上 差点忘了男孩还要去纽约参加比赛 好不容易接到了男孩 父子俩又因为口角矛盾不欢而散 男孩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然而在飞机上 男孩因恐惧飞行不安的吞药片 飞机也因为异常天气颠簸不停 机窗外闪电不断 连餐车都直接撞飞了 行李架上的包裹纷纷砸落 吓得男孩抓紧了女孩的手 直到飞机恢复了正常 女孩才呼唤惊魂未定的男孩 男孩这才意识到自己死死抓着女孩 于是尴尬地把手拿开了 此刻的男孩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已经变化的生灵涂炭 汽车被飓风挂得漫天飞舞 当人们终于意识到环境的恶劣时 灭顶之灾已经降临 冰川时代提前到来了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面对未知的恐惧 大多数人只能坐以待毙 等待救援 男人赶紧拨通了男孩的电话 让他回家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男孩正和同学们寻找避难地点 纽约此刻正下着瓢泊大雨 自由女神已经被海水淹没 但还有排山倒海的水桥 正马不停蹄地向城市涌来 顷客之间就要全军覆没 曾经繁荣辉煌的街道 如今都被海水淹没 在逃亡中 男孩心仪的女孩走丢了 折返回水潭中去拯救他们 男孩眼看海水就要漫灌过来 急忙奋不顾身地冲到女孩身边 千军一发之际 男孩就吓了女孩 他们在公共图书馆落了脚 在危难时刻信号早已被切断 男孩只好找到老师电话 拨通了男人的电话 能够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听到亲人的一句问候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男人急忙叮嘱男孩要保护好自己 但是海水涨起来的速度太快 将男孩的身子都淹没了 他在冰凉的海水中瑟瑟发抖 一不留神就跌倒在了水中 哪怕女孩举着手电筒呼叫他赶快回来 他也无法听到 过了好一会儿 女孩才看到男孩游出水面 另一边的男人则大声呼救 应当尽早行动才能挽救回一部分生命 因为在未来的短短十天内 飓风将覆盖整个地球 但负责人仍然不以为意 哪怕派出了救援团队 但由于极寒天气已经到来 没有人能逃出死神的圈套 飞机因为被速冻住无法飞行 救援团队在雪山坠落 几乎所有人都一命呜呼 幸存者打开机舱后 在几秒钟内 就因为身处冰天雪地被冻死 这一切都在昭示着危机的降临 男人在紧急汇报中表明 有一部分人已经没有了逃生机会 因为危机蔓延的速度太快 但负责人现在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甚至突发起想要去拯救来不及逃生的人们 但这不仅希望渺茫 而且还会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 连负责人都乱了阵脚 一时间人人自危 在图书馆中 女孩将自己外套脱下来 用身体给男孩取暖 才让男孩被冰水浸没过的身体好些了 就在人们都打算从图书馆撤离时 男孩提出了反抗 听到男孩极力地反对出门 一部分人也听取了他的意见 留在室内取暖 等到飓风过后再做行动 但是眼下的确情况危急 没有能够看到前方的希望 还是有一部分人执意决定前行 去寻找渺茫的希望 男孩看着一条条生命就这样消失在眼前 却无能为力 火烧眉头 且顾眼下 男孩把贩卖机的玻璃窗砸碎 将里面的食物拿出来作为冲击物 再把图书馆中的书收集起来 作为点燃壁炉的材料 另一边的男人正全副武装 和南极考察的队友一起南下 决定寻找男孩们所在的图书馆 但他们在暴风雪中寸步难行 只能缓慢地移动 直到有队友被雪橇拽倒 还是男人用冰高稳固住了身体 救了队友们一命 但是在命悬一线的危机关头 男人眼看就要一命呜呼 再这样下去 玻璃没有办法承载住重量 他们三人都将被拽下高空 于是队友打算切断绳索 让自己一人赴死 男人极力阻止队友那样做 但队友心意已决 他一咬牙就断送了自己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两个队友 男人眼睁睁地看着队友丧生 自己却无法为他做些什么 实在是痛不欲生 在图书馆这边 男孩心仪的女孩昏迷不醒 因为她被划伤的伤口没有得到救治 物资短缺的情况下 女孩只能苦苦煎熬 男孩决心冒着生命危险 为女孩寻找可救治的药物 就在这时 一只小狗汪汪叫了起来 大家寻着声音望向外面 发现有一艘巨型轮船正被海水冲来 不过轮船上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这艘轮船就像是世界末日的诺亚方舟一般 承载着生的希望与火种 果不其然 男孩和同伴来到了被冰雪覆盖的轮船上 找到了医务室 那里面存在救人一命的药物 男孩费尽千辛万苦拿到了药 但轮船上还有不速之渴 就是饿得眼冒惊心的狼 正当男孩一行人准备撤离时 同伴却贪心的想多拿些食物 不小心触发到了轮船上的救生机制 恶狼闻声而来 不肯放过眼前活生生的肉 于是一口咬住了同伴 这下情况更加严峻了 被恶狼咬伤的同伴血肉模糊 男孩只好把自己当成幼儿 将恶狼引开 但恶狼并不是好惹的对象 尝过一口肥肉后 就对男孩死缠烂满 凶狠地追捕他 男孩逃亡得十分狼狈 但最终还是将恶狼阻挡在了轮船上 男孩带着同伴回到了图书馆中 此时唯有壁炉带来的火苗 能够维持住生命的跳动 图书馆中的书一本一本的被烧干净 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男人和队友们躲过了极寒天气 再次踏上了寻找男孩的路 但是一路上势横遍野 那些从图书馆中走出来的人 都因为挨不住极寒天气的考验 在寻找补给的路上就丧生了 看到眼前的生灵涂炭 队友悲观地认为男孩也九死一生了 因为生命的迹象非常微妙 男人虽然也有恐惧 但他仍然怀揣着一股镜 带着对男孩的承诺去寻找他 作为父亲 他不能就这样轻易延弃 令人高兴的是 从宇航员那里发回地球的图片 显示飓风正在消散 这意味着极寒天气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男人穿过被飓风席卷的自由女神像时 也表明着他和队友离图书馆越来越近了 但是当队友发现 自己脚下踩着的后雪 正是覆盖在图书馆上的遮盖物时 男人的心也有了不好的预感 难道男孩真的遇难了 他们来到图书馆内 男人大声疾呼着男孩的名字 渴望听到一声回应 但他们拿着手电筒找了很久 仍然不见一人 当他们终于找到有壁炉的房间时 发现在壁炉中火光的照耀下 人们都在这个房间中熟睡 等待着他们的救援 当手电筒照到男孩的脸上时 女孩和男孩一同醒了过来 女孩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男孩冲上前给男人一个拥抱 历经万水千山 父子俩终于团聚 男人将救援的希望带到了纽约 在图书馆中的人们被营救成功 还有更多的幸存者在天台 等待着直升机的到来 在危急时刻 人们唯有团结起来 才能共患难 携手共度难关 赢下艰难的战役 唯有爱护环境 才能未雨绸缪 不让世界末日提早到来